這裏面有一些 有一些什麼 就是 可以讓人家有蹭之機 因為小朋友是這樣 小朋友的ATM 最多可以給900萬的台票 但是通常 不一定會給我 一定都是只有裝400 最高上限900 可是他只有裝400 那兩個超價嘛 一個200200 那缺現金的時候 有時候是昨天下午 就補進來 或者早上會補進來 所以才會有這個運鈔車 下午收到很多存款 他要把這個款項再運回去 他銀行其實分行不想 放那麼多錢其實很危險 所以 其實如果我是領一億的現金 分行通常沒有 除非你 所以我會卡電話說 把經理都熟了 譬如說 這個主經理 等一下 或是當時要領多少現金 你給我準備傳一下 OK 我是說 這中間知道他什麼時候 要來領多少巨額現金的人 其實還滿多的 行員 運鈔車要運到哪個分行 運鈔車是沒有的 他都自己問 沒有啦 分行 你總行 總行要補這個鈔票來 要傳 但是他不知道說 那是單筆的 因為有搞不好 這個領200萬 那個領300萬 可能是三塊 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還是很好奇 他怎麼不怕 7千7百幾萬 他都拿現金 那像說的 他剛才有志力說 一分兩塊嘛 一個是皮箱 一個是澎湖 皮箱比較重 皮箱差不多四五十公斤 澎湖這腳差不多三十公斤 你自己提提看 他們家就是 我告訴你銀行在這裡 他就這樣過來 兩個布拉克 阿哥 這樣來就告他們家了 你不聽他說 那什麼博物館到銀行 人家就你 百多公俱而已 百多公俱而已 你請抱歉 其實我說有補充 不是我插個話 因為你如果去冬過五十公斤 五十公斤的 五十公斤的 不是很好舉 什麼 那很重很重 五十公斤等於台金多少 你知道嗎 等於差不多 將近九十台金 你拿來看看 五十公斤你拿來看看 每人才有五十幾公斤 四十公斤而已 鄭大哥 十五啦 你吃上面 他是一個好冬的皮箱 你拿來看看 我們記者說 那個歹徒已經有心理準備 因為他說那個目擊者說 那個歹徒 一腳皮箱走起來 這樣就起來了 如果我們突然 遇到五十幾公斤 再這樣 再一次 你腰會閃到 那不是那麼 對啊 以前我去那個銀行 你知道銀行有 十二公斤半的金條 好 我們看起來是這樣 拿不起來 你拿 他會閃到 你知道嗎 那個很重的 不要講說四五十公斤 對我是說 真的 他不會覺得這樣很不方便嗎 很危險 因為我要了解 你要把五十公斤 放到那個車子的後車廂 再把五十公斤的 聽說放的時候 行員有幫忙對不對 進去我不知道 但是後來要到快被搶的時候 是他交營的媳婦孫 我說他從銀行 領出來放到車上的時候 行員有沒有幫忙 有 有 有 行員有幫忙啊 對啊 要人家幫忙 他自己沒有辦法 大家一直在說這個蔡先生 怎麼會這麼脫行 但是說實在的 我剛才聽陳姐講 要做這個頭盒一定很聰明 你看 他光是 我剛才聽了這麼久 終於聽懂了 我們這邊要賣 然後這邊買 買完之後我給錢之後 他在那邊把那個金子收到了 他透過 譬如說他要夾成嘛 貨櫃 在那裡搶金子 或者是夾帶出去 他要透過多少關係 不一定人家有他們的管道 也是有管道啊 但是你看看 他光是這種 這道手續他聽就不煞煞 還有 他還要再算那個香港的會差 譬如說今天下港幣是跌 還是漲 我們台幣去換港幣 他今天如果又可以再多賺個一百萬 多賺個幾十萬 他頭腦是很聰明的 就說他其實是兩天貨的 每天都的金錢要來流來流去 我們後來記者討論是說 他太可惜 真的太可惜 我每天就這樣做嘛 我一個禮拜要做法 以前沒有發生過意外 從來也沒有啊 而且 就像剛剛朱經理 我們剛剛說 怎麼會這麼近 歷史博物館到那個 也會找人家復操 他也覺得我們家也很近 美人節剛剛也把兩個 就兩個巷口 所以我們這個記者都認為說 他很聰明 聰明決定 太可惜了 等一下啦 陳小姐我們休息一下 來我先休息一間廣告 其實就是 很漂亮耶 看這個整個油脂 他已經已經結束了 如果知道裡面酒頭 我們可能撩不起來 對 如果裡面是黃金 我跟你講 他知道哪裡來的力量 對啊 他比較偏面也比較撩 對啊 要閃到也要去搬 而且我剛剛講的就是說 他這個一定有內情 一直講說這個兄弟 為什麼這麼輕鬆 他是風車的 還是什麼 他就不損失那麼大 然後再有一點從 不是他的錢 那意思是說不是他的錢 如果是他是被顧請的 他今天是10萬 我請他兩個去運 他就比我更緊張了 今天7000萬是我損失 我老闆損失 但是我也是這樣子業者在傳聞 一公斤人員26兩 因為他們換算 一公斤26兩 他們可以賺到1萬塊 那1萬塊你看 他們一回可以賺多少 1800兩 65公斤 1800兩 1800兩除以26 你看用1萬塊可以賺多少 所以他們每一次這樣 三百多萬 如果是在 姐姐這道三百多萬 你看他幾次 他就那個 你都好高喔 對 所以為什麼會冒著特殊管道 為什麼會冒著這麼大風險 不去請保全 不去請那個 一定有他的口中跟他的影響 他的口中是保證的安全啊 他三百多萬還是照賺啊 我補充 我補充 三百萬趕快談 找保全不會扣稅 對啊 對啊 因為我不問他的內容嘛 對不對 我只問他金額也不問他做什麼 你請警方保護他也不會扣稅啊 對啊請警方保護也不會扣稅啊 他如果說這樣他走過這一趟 他都賺了保全這一趟 保全 你還要多少 保全那你如果七千多 也是一千幾塊而已 就不問裡面多少錢啊 十幾萬也是一千多塊 他們要看到裡面多少 七千幾萬也是一千多塊 你算抓就對了 我算抓啊 我這是防彈計程車啊 防彈計程車啊 才預計兩千塊耶 對啊 那距離遠一點的話 可能兩千千三四千這樣 距離越遠風險越大 對啊 好 可是這有稅的問題嗎 對啊 不是啊 但是你如果常常保全 他會知道的人越多啊 如果說我今天是固定兩個人 甲乙兩個人幫我運送的話 就是固定這兩個字道而已啊 但是這兩個人 我姑且不論他 我們不去評論他是怎麼樣的思想 拿久拿久看到 心肝也一定會扣起來 如果是這樣啊 如果搬運的這些人 每天看這麼多錢 都是拿別人扣 看久也心肝會扣 忠心保全不會啦 忠心保全不會 我是說如果 那兩個 搬錢的那兩個人 他如果是被人家請的話 忠心保全沒有看到那個錢嘛 所以他只看到貨 我們沒看到那個錢嘛 沒有 我們看多了啦 我們看多了啦 我們點超市裡面的 沒有板凳的 就隨便拿個一億 就當板凳來做了 我看多了 所以那個錢 就完全不心動就對了 你聽了嗎 你聽了嗎 沒有 沒有他頭了啦 拿錢來坐這樣而已 我補充一下 我還給我多高還多少錢 麗淑姐剛剛講 她說她覺得 這個案情裡頭是有空中的 那我覺得 我覺得我自己推估 空中有一個啦 就是說可能還是跟結稅有關係 因為我們現在不管是大盤商 你要去買這個買賣黃金 最主要還是透過所謂的台灣銀行 因為台灣銀行是現在 買賣黃金最大眾業務的一個銀行 那如果說你透過台灣銀行 去買賣黃金的話 其實你的這個 你還是有一些交易的成本 那利率是會比較低一點的 大概是5% 6%左右 可是如果說你是跟香港的 這個業者合作 甚至你是直接去剛 我剛剛講到的那個 香港黃金交易所 你直接去跟這個交易所 這個買賣黃金的話 其實這個是可以達到一些 結稅上面的一個效果 因為你不會留下任何的證據 那所以這次這個案件 我自己推估 其實空中擊中一個 最主要的效果就是結稅 因為你透過這個 台灣銀行去買賣的話 你就會有任何 就會有清清楚楚的 沒讓單去下來 那還有一個